每个成功的人都有一段鲜为人质的心酸时 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无数的苦难和煎熬 比如他 赵如珍 两年前 一部寄生虫横空出世 红遍了全世界 最后 他不负众望 继夺得嘎那金棕榕奖后 一路披荆斩棘问鼎奥斯卡 一连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 最佳女配 最佳美术总计五项大奖 作为唯一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类电影 这算是史无前例了 而赵如珍能在这史无前例的基础上拿下最佳女主这份殊荣 是何其心光意义 赵如珍何雪人也 也许很多人在其生虫之前都没听过他的名字 尤其是在如此复杂的韩国娱乐圈 能有一席立足之地就已经很困难 更别说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了 事实上 他并不是演艺界的新人 他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出道了 显为人知是另有太阴 搜索他的名字 会出现很多不可描述的关联词 与此同时他还有个绰号 韩国舒奇 倒不是说他长得跟舒奇有多像 而是他们的成名之路或有相似之处 靠脱 可脱衣服的女星并不在少数 为什么又偏偏就他能脱颖而出呢 从一个十八线明星登风影后 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就要从赵如珍的早年经历说起 赵如珍 1981年2月10日出生于韩国首尔 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 父母很早就离了婚 这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 心里造成了极大的床伤 没有父母的关爱 得不到家庭的温暖 赵如珍却愈发懂事 他比同龄人成熟得更早 16岁本该是一个花季少女最幸福的时光 可他却得知了一个令人崩溃的消息 父亲欠下三亿巨额债务而失踪 为了还债 他过早地踏入社会 没有学历 没有本事 他硬着头皮进入了模特圈 众所周知 韩国最不缺的就是美女 即便不是美女 也可以把你整成美女 可对于身高只有1.62米 长相平平的赵如珍来说 这无疑是一条死路 两年后 他被星探发现 随后便进入影视圈 出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 不知别人的速度 宣告正式出道 进入影视圈的赵如珍 倍加努力 他不断地学习 来提升自己的演技 慢慢地 他接到了很多制作商 抛来的橄榄枝 可惜天不遂人愿 尽管大大小小的电影 电视剧拍了一堆 可他始终是不温不火 这样的状态 一连持续了十年 直至2010年 他的人生迎来了一次转折 一位导演找到了他 递给他一部 遭很多人剧演的剧本 方子传 这是一部风月电影 虽然表现手法正统 但对于一个 长期以邻家少女 世人的赵如珍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光不说 拍片过程有多么艰辛 还要把自己春光光 公之于众 这是多么耻辱的一件事 可是 赵如珍别无选择 几番心理斗争后 他接下了这个剧本 电影上映 赵如珍一夜爆红 但是他的男友 却跟他分手了 这也不难理解 谁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 被别的男人 看到他光着身子的样子呢 更何况是被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人看 从此 他就彻底改头换面 走上了艳辛的道路 两年后 他再次接拍了古装片 后宫 帝王之妾 再一次挑战大尺度 这一次 他已没有任何顾虑 放手大胆地轻情演绎 让他完成了 比方自传更大尺度的突破 电影上映前 并没有太大的宣传 因为影片 因为尺度过大 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 可这依然没有阻挡影片的大火 电影上映后 连续两周 保持了票房冠军的好成绩 连续两部作品的出彩 让人们渐渐认识到 赵如真的性感 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 没想到 还有这两把刷子 大众对于赵如真的认知 仅仅停留在 他的身材和性感 可他的优秀 并不仅仅是性感 因为性感跟他的演技相比 根本就不值一提 2014年 他出演了 由宋城县林志妍主演的爱情片 人间中途 没想到 主演们都遭到了观众的强烈吐槽 唯独赵如真在此片中脱颖而出 他的实力吊打了主演 赢得一片喝彩 原来 穿上衣服的赵如真也这么美 演技也这么赞 这是大家对他的最新评价 也就在这一年 赵如真承包了韩国电影青龙奖 韩国电影大中奖 百想艺术大赏 三项大奖的女配提名 这是他成为演技派的转折点 次年 他和亚洲第一美女李承敏 连昧主演了爱情喜剧片 《工作女郎》 说实话 我就是通过这部电影认识他的 一套亮眼的OL装 一副黑矿眼镜 完全是职场女性的打扮 影片虽然并没有大尺度镜头 却喜感十足 让人捧腹的同时 也让我感受到他的真情流露 影片中 她是一个为了事业而奋发图强的女子 她的职业是销售成人用品 在老公无意中得知 她与自己亲热 是为了写产品体验报告后 愤怒的选择与她分手 就当她被最终评为 年度企业最创意人物时 她夺门而走 去追蓝即将扬帆出海的老公和女儿 这部电影不正是赵如真人生的一个影射吗 只不过 片中的她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可现实中的她却依旧孤苦伶仃 苍天不复有心人 赵如真终于逆袭成功 迎来了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寄生虫的爆火再一次证明 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并不需要考拖来成就自己 曾经为艺术现身的赵如真 脱掉了自己的衣服 如今她凭实力将衣服一件件的穿了起来 撕下艳星的标签 赵如真风采依旧 回首往事 坎坷不易 但她的人生很精彩 不是吗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